小小的 小小開始打球一 爸爸是一個羽毛球教練 小時候 所以其實可能在 媽媽的肚子裡已經 不停去球場 可能在媽媽的肚子裡 已經開始聽到打球的聲音 也不奇怪 小小開始一出生 已經去球場比較多 羽毛球就是 其中一個運動 不是其中 是唯一一個運動 可以 我好同樣去打 打多久都沒有 羽毛球我覺得 這裡會用得到 因為 打的人是你控制 你想怎樣打 怎樣打 是你自己控制的 所以我小小時候 都喜歡羽毛球 因為 一啦 真的可以跳 也可以跳 什麼都可以 二是 我喜歡 別人猜不到 就是我喜歡這些 我喜歡 其實那個星期的成長 我覺得是 自己 對自己的 渴望 去贏每一場球 我真的很想贏 那個星期裡 我覺得最大的一個轉捏點 或者關鍵 那一場球 其實是在八球 不是在四球決賽 我最覺得自己 突然間的信心 或者心情 心態 突然上了一級 就是八球的成功 是贏了 可能 贏了 世界之前 在世間錯誤 獲得冠軍的 丹麥選手 FactaX 上落 我個人突然間 有一個感覺 有機會 真的因為 我個人會比較 很相信自己的感覺 就是 那一刻的信念 突然間很強 就覺得 贏了他之後 走到四球 有機會 我打完這個比賽之後 個人的信心 是 比起之前贏的 完全是 這個是 不單止在球場的信心 可能 生活上 我會 現在很肯定 自己做的事 是對的 釘耳洞 是 兩年 差不多三年 17年 開始釘耳洞 為什麼要釘耳洞 原來釘耳洞 原來釘耳洞 都是沒有原因的 都是突然想認 媽媽也是不給的 其實這個紋身 是 18年6月紋 這個是have faith in yourself 就是要自己有信念 就是自己要有信念 其實我紋這個信心 是 決定了一兩個星期 我沒有說要 很想紋身 現在很多人都是 很想紋身 但不敢紋 其實我什麼都沒有 我就是覺得 我想紋身 那去紋吧 你們說 你們在比賽前 有些 特別的匹號 比賽 哦 特別的匹號 就是 個人的 順扯程度 真的有點高 一定要做 抓好 每一樣東西 我先 就是不要說肯定 贏球 我會自己會舒服 有信心 第一 第一 一定要收拾好 那天比賽的東西 去到球場 由熱身開始的時間 到入場的時間 中間裡 很有趣的 一定要去三層實手間 臨出場之前 我會拿著這塊 肉 這塊鏈 我會伸出來 跟著 我會可能 對於 拍到牆 面對牆 就閉上眼 可能有些東西 就是 要贏這場球 不要受傷 有些 好的表現 類似這些東西 跟著 說完 我有一個習慣 就是 疼這裡 疼背面 疼背面 其實這些東西 全部是 來自 17年 我第一個冠軍 拿完之後 開始做的 因為 17年 做完這些 真的 突然拿了 人生第一個冠軍 開始就相信這些東西 我覺得 影響他們 其實是 我在球場上的表現 真的 這是在球場上的表現 一 進取 二 享受 三 敢作敢為 進取 就是 很主動 去 拿一些 你自己想要的東西 享受就是 無論 這個 這個環境 這個地方 什麼都好 發生什麼事都好 你都要很 享受 現在你擁有的東西 就是你要很珍惜 第三 敢作敢為 就是 你想做的東西 你想說的東西 第一件事 說真的 後果一定是有的 但是我覺得 你要抱著一個信念 就是 你是可以的 你夠膽做 你就做 如果有機會 真的 我會 想讓他們覺得 香港的運動員 不是很危險 沒有一個衝擊力 一定有衝擊力 你不可以 說 很隨便便贏到我們 總之 我想讓別人知道 香港運動員 真是 現在真是有機會 打底別人 打底不同國家的選手 打底頂尖的球員 都好 什麼都好 我會讓他們覺得 我想讓他們覺得 你要害怕我 你不要 很想對得到我 就是 我想 給這些感覺 別人 我想讓他們 一落場 你都會害怕我 我會讓他們 我會讓他們 走 我會讓他們 我會讓他們